在今天晚上還是要來大家關心全球疫情的焦點 也就是在印度這邊 其實在5月5號這邊 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案例 又衝破了38萬人以上 甚至死亡人數也來到了3870人 在5月5號這一天因為新冠肺炎而離開了 大家現在就說到底印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就在他們的氧氣瓶完全不夠用 所以很多人都因為這樣子所以斷了氣 但其實很多國的物資都有運送到印度 但是很多地方也說他們都沒有獲得 究竟怎麼回事呢 其實我們要看到是去年在印度的疫情高峰的時候 他們單日全國的消耗氧量是3000噸 但在現在光德里這個城市 每一天所需要的氧氣是400噸 確實現在的需求是比較高的 但是印度氧氣真的不夠嗎 其實專家說每一天他們都可以產將近9000噸的氧氣 照理來說供應應該是相當足夠的 但大家別忘記印度領土非常的廣 而且他們的氧氣的生產工廠 其實距離1月都非常的遠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在配送了 他們配送每一次去到回來都要10到12天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非營利公衛的組織印度負責人就說了 真正需要加強的是後勤與配送 確保氧氣能夠抵達最需要的地方 所以現在就有人拋出啊 是不是要在這個氧氣工廠附近蓋零時醫院 那印度的衛生部也說了 可能可以蓋個500座氧氣場 但是去年在疫情最緊繃 也就是9月的時候 他們也曾經核發過163張的證照 但是蓋了33座之後 後來又因為疫情趨緩都全部拆掉 所以大家看印度的防疫政策 真的覺得是一團亂